涂装也是战斗力 空军颁布战机涂装新要求 要求战机涂装到空中低可视 对此张照中早有预言 外形可以加分这句话放在哪里都可以适用 因为每个人多少都会有一点严控 放在战机上也是如此 好看的涂装于外形 让人看起来会更舒服 除了好看以外 战机的涂装更兼具实用性 在中国居民的圈子里 一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涂装也是战斗力 可见战机的涂装也是非常重要的 而最近在中国空军就颁布了 关于战机涂装的新要求 据报道 为进一步聚焦实战对接实战 根据军委有关规定 空军日前颁发 空军飞行涂装及标识喷涂规定 试行办 明确要求中国今后新生产的作战飞机 必须贯彻低可视涂装 现役的老旧飞机统一标识喷涂 规范国旗 中国空军红十字等特殊任务标识及喷涂等 该规定自2020年起 将按照统筹规划 分布实施 先议后难 逐步推进的思路 进行贯彻落实 该规定符合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中国空军装备发展建设时机 将对加强空军飞机涂装及标识管理 适应实战化任务需求 发挥重要作用 据悉 飞机涂装和标识的空中低可视 是实战化要求和发展趋势 主要目的是降低目视发现概率 这样战机就可以达到真隐身的效果 也就是视觉上的隐身 通常说的隐身战机一般是指不易被雷达发现的战机 因为雷达的搜索范围要比人眼大得多 对于逐渐改变作战方式 进行超视距作战的战机来说 对雷达隐身就非常重要了 但这并不是说战机的视觉隐身就不重要了 虽然现在讲究超视距作战 但也不是没有可能发生近距离狗斗 这时候 战机的低可视涂装就能起到作用 而且战机在飞行中 很可能会被不小心目视观察到 这样就会暴露自己 采用低可视涂装后也能降低这种风险 此前张召中曾说过 颜值就是战斗力这样的话 与涂装就是战斗力的说法不模而合 没想到张召中又说对了 其实 中国空军也不是现在才意识到涂装的作用 此前早在歼20身上就有进行过多次涂装实验 歼20从原型机到后来正式服役号 更换过好几种涂装 从开始的墨绿色到后来的银灰色以及迷彩 虽然颜值是越来越高了 但绝不仅仅是为了好看 而是为了达到空中低格式的效果 除尽20外 歼11比歼16等战机上 也相继采用了灰色低格式涂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